恋爱脑清醒后大杀四方 看谁不爽就对谁 建议所有女生照这个标准捡起来 拒绝恋爱脑 我听说 你曾经在公司勾引未遂 不是勾引未遂 是拒绝骚扰 我没功夫跟你在垃圾堆里抢男人 还有啊 你还见不到光呢 说话的时候最好摆清楚自己的位置 我要出差一段时间 你能帮我召开一下我的花吗 我要是答应你 接下来 你是不是就该管我要微信 然后三天两头地问我 这个花怎么样 然后顺便 再跟我聊聊事和远峰 下次啊 你再耍心机的时候 记得要做做功课 你这种赖俗套的办法 早就过世了 别撑了 虽然没明说 但大家都知道 你就用那个出卖公司 向媒体爆料的内鬼 你怎么还有脸来啊 既然没有明说 那就是道听途说 迷雪 你大想送个经理 听风就是雨 让其他部门的同事听见了 被笑话 我 既然没心思专心听讲 就别装着情绪浩乱了 我也没用这个功夫 跟你在这儿爱费口舌 我知道你们都不喜欢我 所以呢 为什么 这还用问吗 你看看 坐在外面的那些人 他们哪里 都是平白不顾的坐在这里 有的是靠真本事 有的是靠小聪明 但归根结底 大家都是各品本事 只有你 靠的是投胎 上班时间 也就你有心思在这儿看风景了 我反正没什么事做 在工位上带着也是浪费水浪费店 不像你 在工位上少带一分钟都是浪费